現在人有夠可憐 這裡有人種田嗎 家裡 我家以前種田 因為人手不夠 所以海溝鋼 因為海邊的田是很不容易種植 因為他鹹分太高 所以就有人會來我們做燈鋼 我們家有請一個燈鋼 他一專門看舞 養那個水牛 他們那邊沒有好 就是全米可以吃 這只能夠吃 你剛剛說的寒雞 來到我們家 我聽我媽媽講 他第一天 那個晚上 那個碗拿來 那個飯一直裝一直裝 壓到尖尖的 硬硬的這樣 你叫他吃幾碗 三碗 他沒有配菜 我媽媽說你怎麼配菜 她說不用啦 說連山茶七碗 所以他就充滿了賈青碗 賈青碗 沒事 賈青碗很有名 現在做油飯 我意思是說你看他以前拿什麼血糖 那個他運動量很夠 而且很多人真的會覺得 就是比較傳統一點的 就是會覺得我沒有吃飯沒有飽 對 你要他改變這個主食的觀念 是困難 然後現在說我們說半碗飯 然後就很計較 不過如果你手腳冰冷 這個事情恐怕也是個跡象 伊莉 你這邊有一個手腳會冰冷的病人 對 其實他是一個我們減重班的一個 那時候我們開班 然後他是一個年輕的工程師 但我記得他那時候好像沒有超過三十五歲 一個男生 也是高高壯壯的這樣子來 他體重大概快要破百了 我記得他那時候才一百七十幾公分 一般男生正常的升高 體重快要破百 所以他來做體重控制 我體重班 剛開始每次開課都要叫他量血壓 對不對 他就去量血壓 我那個營養師學妹就站在後面 每次他就跟我說學姐 那個男生的血壓很高 我就說因為你都站在後面 他很緊張 就是真的 有時候真的 有時候病人在量血壓 我們就會跟我學妹說 你不要在那邊走來走去 他會覺得就白袍症 他說沒有勒 他每次量完之後 我就去看 他每一次都超過一百七 有一次我就真的認真的等他量完 我去看他的數據 我就說 比如說他陳先生 我就說陳先生 你那個血壓都蠻高的 你今天量一百七 那今天我們有設計 那個飛輪課程 你不能騎 你可能這個課 我們幫你保留 你 我建議你現在一百七 你要不要去我們急診堂一下 因為一百七其實 而且他高的部分都九十幾 那我低的部分九十幾 低壓九十幾 我想說真的很高 他就跟我講一句話 就是像素卿姐提到 就是說他說哪有血壓高 這個很正常啊 我又沒感覺 我前一天晚上我要去打籃球 我告訴你打籃球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不行喔 你這個除了要做體重控制 我建議你要我幫你轉 那個新陳代謝科 可能要用藥囉 因為你這個其實有點高 而且他是已經長期都這樣 然後他也有反應 就是說他冬天的時候 比較容易手腳冰冷 夏天也是 一個大男人 怎麼會手腳冰冷 對不對 他就說可能我比較虛 他說他可能大口要虛胖 所以他就會手腳冰冷這樣 反正這個事情 就是他那減重班兩個月 他大概瘦了大概快十公斤 也蠻努力的 結果後來啦 結果後來就是他姐姐 就是有回到我們門診 他在講說 他弟弟就是有一次在 就是早上出門的時候 冬天站在肚子裡 很冷 那天很冷 站在肚子裡 結果站到一半 通常那個紅綠燈 就躲下去 他說他弟弟就躲下去 然後就就再也沒有起來 這樣子 就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 對 心肌梗塞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問他姐姐說 其實當初我們在勸他 就是說在減重的過程裡面 我們有跟他講說 你激烈運動還是不要做 因為血壓這麼高 打籃球其實很激烈 就上場那個 真的對打很激烈 然後再來就是這麼高 其實剛開始建議 還是要先用藥 再同時搭配飲食跟運動控制 這樣 就是就不能夠 馬上就是因為他無感 我覺得其實年輕人的高血壓 有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就是我們常常跟他講說 你血壓很高 你真的要去看醫生 你不只是飲食控制 但他們就說 我會比較不會痛 我會不會癢 然後我也沒什麼感覺 就是我覺得他們很容易忽略 這件事情 我兒子跟我差二十七歲 然後他在讀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我已經不打籃球了 因為我差不多快五十歲 我兒子就說 爸 我們去跟他鬥牛 我說好啊 不怕 揹羞 下去打一場而已 我爸說 我兒子說 爸 我們繼續啊 真的 喘不過來 很可怕 那會死掉吧 對啊 其實那個是不適合 就是像這種短時間 暴衝性的運動 然後像我們那時候安排 那個採飛輪 我也是跟他講 不要 那我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 欠運動 如果天天都一直在打 可能就沒事了 就沒事 如果你平常沒運動 臨時的這樣運動 我會不會血送不過去 那個 第一件事 如果說平常沒有 有三種運動的狀況 一個是你平常規則在運動 第二種從來不運動 第三種你平常沒運動 臨時的運動員 最危險是臨時的運動員 這時候就等 等於 那喘不過起來 當然心肺功能 大概都有問題 對 大概都 會猝食嗎 我有個 我有個三十幾歲的 跟我差不多同屆的那個醫生 他醫生他說 他那時候有一次去美國去 跟他侄子 他侄子跟他挑籃球 他說想當年 我那個可是籃球是校隊 來呼怕呼 然後他拚一場 拚一場之後就心肌梗塞 就心肌梗塞 結果後來他是先送三種 再轉到我那邊來 所以那個 所以有的時候 不能鐵齒 不能鐵齒 什麼叫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就臨時的心臟的血管 突然堵到了 那堵到之後 然後血流 心臟那三條嗎 對 三條 心臟血管三條 像釘字褲一樣 那就前面一條 右邊一條 左邊一條 心臟像穿一個釘字褲 那如果說血管有任何一條 完全堵到了 後面肌肉就會壞死 那壞死的話 輕的話 就是心臟肌肉壞死 你之後可能會產生心臟衰竭或什麼那些 重的話可能就拜拜 可能就會有性命的危險 所以很多時候大概都是突然發生的 那但是再回到剛剛那個血壓高的那個 他沒有症狀的 有時候我會跟病人形容說 血壓高然後沒有症狀 就有點像開車 高速公路上面 我開一百七十公里 我沒症狀 我覺得很好啊 沒有症狀 但是你車禍的機會就會比較高 他不是一定會發生車禍 但你車禍的機會就會高 所以一百七 就是我形容就是一百七 就是你高速公路上面開一百七 了解 危險性就高 了解 好 那講到血壓 我們也再來看 因為藝人何如允 他看起來就瘦瘦的 女明星保養得很好 可是他前一陣子說 他膽固醇太高了 那這個數據他到底有多高 您那邊有一個手板 這就是大家給他 大家看一下是有多高 他其實那次去看醫生的時候 非常有趣 因為他可能應該是例行檢查 檢查之後 他就看到這個數據之後 他非常的失望 因為他覺得自己已經控制得很好 怎麼比前一次嚴重這麼多 好 大家先看他這一次 他這一次 總膽固醇是超過三百 然後他的壞膽固醇 我們有所謂的我們的低密度 膽固醇到兩百一十八 然後他就說怎麼會 我上次明明控制的還不錯 大家可以發現上次也是紅字 就是一六六跟兩百多 對不對 然後呢 這時候還跟醫生 說你們有沒有可能是量錯了 然後醫生說 你看看你的三百 這個地方寫了一個R 他說R的意思是 他們也覺得怪怪 他們有recheck過 就是我已經重複在檢查 你確實是三百多沒錯 所以他總膽固醇超過三百 他的壞膽固醇超過兩百 然後他還在 他就跟一般民眾一樣 他就覺得說 可是我已經很認真了 就是我可能有認真在做運動 我在調整我的飲食 怎麼會這樣呢 而且你如果再看他跟醫生之間的討價 還價就是說其實這幾年來 他一直有在努力 也就是說他的膽固醇的超標的狀況 可能不是這短時間的狀況 而是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那因為藝人其實蠻有毅力的 所以通常都想說 我好好的運動 我好好的吃有沒有可能 這個時候醫生跟他說 我覺得你還是吃藥 然後你就選擇每天吃一顆的 那其實每天吃一顆 不要漏藥 看看能不能 那如果他不吃藥 他你看他會怎麼樣 他不吃藥 我舉我另外一個例子好了 我之前採訪過一對兄妹 那個時候的主治醫生 他說哥哥只有四十多歲 哥哥被送來的時候 是心肌梗塞 來的時候醫生一看 你知道嗎 剛才說的丁字庫三條血管塞滿滿 所以他非常 塞滿滿 每條都塞滿滿 每條都塞滿 所以他其實 才四十幾歲 所以他後來要做的是繞道手術 因為他其實根本不可能放支架 都太癢癢 繞道就是再加一條血管 用別的地方的血管 來繞道才能送血 第二件事情是後來他真的滿嚴重的 心臟衰竭的後遺症 因為你當時可能心肌梗塞缺血的 比較嚴重 然後沒想到後來呢 大概一兩年後 換他妹妹也心肌梗塞來了 那這妹妹運氣比較好 因為他沒有塞得那麼多 所以他用支架把他撐開 寫了支架也就好了 就想說怎麼可能兄妹都這麼年輕 那你看喔 他們兩個一兩 哥哥的壞膽固醇 我印象中是兩百五十幾 妹妹的是也是兩百多 好 那你看何小姐的是兩百一十八 所以如果持續不處理 我們也想說還是有一定的風險 可是醫生就想說你們家是怎樣 每天都山珍海味嗎 其實也沒有 因為每天他們其實都覺得 他們吃的沒有比一般人好 他們運動也沒有比一般人少 他們就是一個正常人狀態 所以醫生就跟他說 你們有可能是體質因素 所以這裡就是醫生在跟何如雲 講的事情 有時候你不要覺得是我不努力 好像我飲食也控制了 我運動也控制 我膽固醇控制不下來 可是有時候因為你的體質 你就是需要用藥 就像這對兄妹 他說有些人 他們家族遺傳的體質 他容易會有這種壞膽固醇飆高 所以你們如果體質性因素 你不吃藥 你就是等著他更飆高那天 你可能來不及搶救 所以你說那個哥哥後來死掉了 對 哥哥後來 其實雖然說有有處理好 但是後來幾年之後 還是狀況沒有很好 因為有時候你如果心臟衰竭很嚴重 其實他不是很好處理 這個何如雲 他五十四歲 但是他是去健康檢查的時候發現的 我猜他以前應該沒有做健康檢查 對不對 他說他幾年 所以他可能沒有做大檢查 但是他陸續還是 他應該是知道自己 其實這次健康檢查救了他 不然應該是很危險 好 那這個數字這樣代表什麼 我們等一下再來請教洪醫師 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